这个原理啊 那么 现在呢 我们是实现了这个 用户登录之后的一个跳转 现在呢 你这里面你一瞧回来 我们的用户呢 他先跳转对吧 跳转完之后 我输入这个用户名 然后呢 去输入这个密码 点击登录 好 他给我回来 那么回来之后 我的用户都已经登录了 你在这边 你还应该去显这个登录和注册吗 对吧 你不应该啊 你应该去显示这个欢迎的信息 欢迎的信息 那么欢迎的信息呢 其实呢 这一部分在哪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一部分呢 欢迎信息呢 这个块呢 我们是写在我们的这个 base里面对吧 hide the card hide the card里面 你看呢 是不是给你预留出来这个内容呢 看到没有 欢迎你 谁谁谁 然后下面是这个登录和注册 只不过这一部分呢 默认是没有做这个 显示的啊 就他俩呢 其实呢 你只能显示一个啊 如果登录之后 是不是就显示欢迎信息 对吧 没有登录 我就给你显示一个登录和注册 那么上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啊 用户呢 有没有进行一个登录啊 有没有进行一个登录 那么你注意在这边 还是我们的将冠的内置的这个认证系统啊 认证系统上面呢 你看到啊 判断一个用户登录的最原始的方法是什么啊 你每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将冠框架呢 都会给这个request的对象去增加一个属性 叫做 用户啊 叫用户啊 那么这个用户呢 他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is autocated啊 这个方法呢 如果给你返回true的话 代表用户已经登录了 如果用户呢 他没有 如果他返回的是false的话 代表这个用户呢 没有登录啊 没有登录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在这边啊 这就是这个方法的一个作用啊 这个方法一个作用 那么is got autocated啊 然后呢 你看到啊 在我们这里面 注意 关键就是你一个请求过来之后啊 你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那么将冠这个框架呢 他会给这个request的对象增加一个优的属性啊 增加一个优的属性 那么这个优的属性呢 我们记得是在这个 看一下啊 找这个东西啊 看到在这里面 外部请求中呢 认证 那么将冠呢 会使用这个绘画和中间件来拦截这个request啊 对象 对吧 然后呢 他们注意啊 下面这句话重要的啊 他们在每个请求上 会给这个request提供一个request点 有的属性 对吧 表示你当前的用户 如果呢 你这个当前的用户 他没有登录的话 该属性 他是一个这个类的实例 对吧 哎 你看到啊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的时候 这个request点user 它的类型呢 是这个类的一个实例 那么否则的话呢 它是一个user的实例啊 所以呢 你可以通过request点user进行判断 如果是user实例的话 user实例里面的这个方法呢 是返回true的啊 代表用户已经登录 对吧 如果是这个实例的话 它返回的是false啊 代表用户呢 是没有登录的啊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其实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判断啊 你比如说 用户呢 他访问这个 哎 他访问的 如果是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说 你可以通过这个 request点 user点 它里面的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 isautically的这个方法 去判断我们的用户呢 有没有登录对吧 通过它 你就可以判断啊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啊 就是还有一个呢 地方呢 就是你要注意的 这个重要点 就是除了啊 在你使用一个模板的时候 哎 除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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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给这个模板文件 传递的模板变量之外啊 除了你给模板文件 传递的啊 传递的 模板 变量之外啊 变量 之外 那么将购本身 它会直接把这个request里面的yuda呢 传给模板文件啊 你看到啊 将购框架啊 将购 将购啊 将购框架啊 会把 会把 request点yuda 也传给 模板文件啊 也 传给 传给 模板 文件啊 也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模板里面呢 使用这个yuda啊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模板里面使用这个yuda啊 那么这回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了啊 你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在模板里面使用这个yuda 那我要判断yuda有没有登录 我就这样判断啊 直接的就是yuf yuf啊 他传过来这个名字呢 就叫yuda啊 yuda 如果yuda谁呢 就调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方法 直接点它是不是就调用它 对吧 如果这条件成立的话 yuda 登录 yuda else的话 没有登录 显示下面的登录和 注册啊 那么在这边你如果登录的话 我要显示这个欢迎的信息 我要把你这个yuda名的给你拿到啊 既然这个yuda对象都有了 他的yuda名 直接是yuda点 yuda内蒙 那么否则对吧 这里面就显示这个东西啊 那我们在这边呢 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其实呢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个用户中心 现在我已经登录了 对吧 我已经登录了 哎你一回车 他这边是不是登录注册 不显示了 对吧 然后但你看不到内容右键 我们说他默认隐藏了啊 右键 看到这边是不是 欢迎您 smart 对吧 那么这一会你要看到的话 你怎么看啊 直接呢在这里面把它呢 去把它的类型给改下啊 logbtn 我们使用跟下面同一种的啊 叫logbtn 然后在这里面 直接呢再一次的去 回车 哎看到没有 对吧 这个信息就有了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用户的 欢迎信息 那么在这个欢迎信息里面 你要注意的就是啊 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相购框架本身 会给request对象增加一个 用的属性啊 如果呢 用户 就是如果这个request.user 它到底什么类型 如果用户未登录啊 如果用户未登录 它是一个啊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它就是这么一个类的 实例啊 它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实例啊 它这个类的一个实例 andreta啊 这里面有不同的处理啊 如果用户登录的话 如果用户登录的话啊 如果用户登录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user类的一个实例啊 user类的一个实例 ok 那么你有了这种区别之外 这两个类啊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类 它里面都有这个方法啊 都有这个方法 你只要一定要这个方法 对吧 request.user 如果是这个类的 实例的这个方法呢 它返回的就是false啊 如果是user类的实例的这个方法呢 返回的就是ture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呢 通过它进行区分 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外呢 后面我们给大家说的 就是除了你给 你使用一个模板文件说啊 除了你给模板文件 传递模板面权之外 将购框架本身 它还会把request.user呢 也传给模板文件啊 你其实你可以在模板里面 直接去使用这个user啊 我就可以调用这个user的这个方法啊 如果它为真的话 代表用户已经登录 我就显示出这个用户的用户名 否则的话 我就给它显示一个登录和注册啊 登录和注册 OK 这里面就是我们登录之后 欢迎信息的一个显示啊 欢迎信息的一个显示 OK啊 那么这是它